2019年是香港中英剧团成立第40周年 近日中英剧团40周年临雨无限大展览 在香港文化中心开幕 中英剧团艺术总监张可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剧团多年来结合世界各地文化进行创作 剧本细为中用 40年来公演超过350个剧目 在过去27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中夺得92个奖项 张可坚介绍剧团最初由英国人迪毕达在1979年创团 迪毕达热爱中国文化 取中英剧团这个名字 就是希望中英两国在文化上擦出火花 第三任艺术总监高本娜将英国戏剧和中国传统背景融合 创造出国际社会都能接受的精彩的跨国剧本 1986年创作的元宵就是其中之一 英国沙翁的浪漫语剧变成了韵脚精密的唐诗 因中国和英国文化交流而新的中英剧团 踏入了自己的不惑之年 如今剧团受到香港特区政府赞助 2018年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宣布 未来五年政府会拨款1.4亿港元 支援香港艺术团体进行文化交流 张可坚认为 话剧等文化交流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它会让剧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进一步拓展香港话剧市场 培养演员多用普通话表演 如今每年都会去内地演出话剧 他认为香港编剧的目光应该放得长远 业界也应努力探索 将香港原创剧本翻译后的版权销往内地 我们其实在2012年左右 当政府还没强调大湾区发展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上去广州演出 我们每一年最低限度上一次去广州演出 有时是翻译剧 有时是创作剧 我们去过广州 去过顺德 去过佛山 在前两年我们成立了粤港澳戏剧交流 就和澳门的戏剧农庄 一个专业的戏剧团体 和广东省医生亚公司 我们逐步发展着我们的戏剧的交流 从改编自天堂酒店的女大不中流 到烈日记 喜春酒店等 中英剧团成功将多个西方故事 移植到中国场景 完成了戏剧在香港的本土化改造 叫好又叫做 重演不断 许多观影者曾表示 剧团将外国戏做到不像翻译剧 功夫很深 张可先坚信 未来中英剧团将结合内地和香港文化 做出更多市民喜爱的戏剧